這個章節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有關我們的Hyper V 在沒有共用詞別的情況之下 如何去做我們的虛擬機器的引走 我們首先先來了解一下 整個環境的設定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的條件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我們加入了一個網域 這台機器它電腦名稱是2019-3 它加入網域 這台就是我們網域伺服器 我們的族網域通知站 另外一台呢 這台2016-1這是虛擬機器 這台機器的電腦名稱是Win2019-1 它也加入同一個網域 但是這台機器有在重機裡面 這邊是沒有的 這兩邊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Hyper V 我們2019-3Hyper V裡面有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我們的虛擬機器 有一個SERVER-01 它是放在什麼地方 它放在我們的硬碟裡面 放在我們的C槽 那這個C槽就是我們的本機的位置 那本機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就在我們的C磁碟機裡面的Hyper V 好 那這樣的條件之下呢 你可以看到呢 檔案在這裡 在本機 這台2019-3的本機 那它的Hyper V裡面的虛擬機器 我們要把它移動到另外一台去的時候呢 當然以之前的做法是必須要把它關機 把檔案備份出來 到這一台去貼上之後再把它做一個匯入 那我們呢 透過共用磁碟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可以直接移動一個磁碟 因為可以共用 那這一台機器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磁碟只有C槽 那另外這邊呢 當然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磁碟裡面 它有接Storage 有H槽、Q槽 因為它有加入重啟 但是這一台是沒有加入重啟的單機 那如果呢 我們環境是兩台都沒有加入重啟 我們要移動 當然也是不能移動 因為本機的檔案 另外一台機器是抓不到的 是抓不到的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當然前面的章節有介紹過重啟 當然是共用磁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要解決說呢 單機之間你如果要去做一個 互相把這一台機器移動到另外一台機器去的時候 你要準備去設定 好 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台機器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一個錯誤信息 當這台機器呢 你要做設定移動的時候呢 你要點我們的HyperV設定 裡面有一個即時移轉 要把這個啟用 連線流入即時移轉 然後呢我們先設定喔 並行移轉的最多兩台 我們就先將內定值 然後呢 任何的可用網路來進行移轉 這個是隨便都可以 這樣網路就可以了 那你已經把這個打勾 內定值設定是沒打勾的喔 你要把它打勾 選擇第一項之後 OK 那表示說呢 我們已經設定它可以移轉 好 設定好移轉之後呢 我們現在呢 這台機器雖然沒有開機 我們來試試看它可不可以移動 按右鍵 選 移動 好 移動的時候呢 按下一步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移動我們的虛擬機器 就是我們的設定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選擇 我們要去連到哪一台機器 我們就可以拿到說 我指定要連到Wi2019-1 所以我們選到了 因為我們在網域裡面 所以我們看得到 我們另外一台機器 好 我們呢 設定好了 我們要連到這一台 好 那我們講說呢 當然 他有問你啊 對不對 我們如果今天要 要把我們的資料移動 是不是資料要移動 那我們今天要移動什麼 我們的虛擬機器 或者資料 你都選檔 這個都被選檔看 我們現在移動虛擬機器呢 因為我們詞點沒有共用 前面詳解呢 我們在 詞點是共用的 所以移動虛擬機器 當然另外一台抓得到 是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呢 只移動虛擬機器 你可以看 按完成 它就會發生一個錯誤 因為呢 它們兩台機器 沒有辦法同時抓到 這一個資料夾 這一個server領域的表演 所以呢 就算把檔案 我們的設定一過去 它抓不到這一個資料夾 一樣也沒有用 所以呢 在這邊呢 你就會發現說 沒有辦法操作 好 那這邊呢 我們要怎麼去設定 讓它能夠來移動 好 來移動 好 這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去設定移動呢 你要先去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機器之間一定要透過網域 所以呢 我們要開啟我們的 這台網域 好 所以我們要把它登錄一下 好 把這台網域放在中間來 好 登錄我們的 網域主控站 好 登錄網域主控站之後 開啟我們的 電腦使用者 使用者和電腦 好 AD的 使用者和電腦 開啟 好 這個地方呢 等各位一下 我們選擇到 Computer 這裡面呢 就是我已經加入的 電腦 有哪幾台 那這一台 是不是我們的 支三 對不對 是這一三 好 那我們呢 原來的 我們等一下要移動到 支一 對不對 好 在頻道這邊等各位一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呢 要 我 2019-3 這裡有一台虛擬機器 所以我要設定 2019 讓誰 可以 進來我裡面 我要信任誰 好 所以 你現在是這台 2013 2019-3 這台機器要信任 2016 就是2019-1 就是這一台 這台機器 2019-1 這是第二台 第三台 要信任第一台 所以我要去設定 這一台機器 所以呢 我們到AD裡面 是要去設定 第三台 往按右鍵 選內容 好 那你呢 這裡有一個叫委派 各位來看一下委派 好 委派呢 你看內定值叫做什麼 不要信任這台 不要信任這台電腦進行委派 那我們要信任什麼 某一台 對不對 信任這台進行委派 那這裡有一個叫什麼 信任這台 但直委派 指定的服務 因為你如果設定全部的話呢 是表示都可以 我們呢 只指定 特定的 好 特定的這一台 2019-1 這一台機器 所以呢 我們要使用的是Curbers Curbers就是我們的 透過我們的網域 的控制 知道吧 所以我們要選Curbers 好 這裡有一個叫新增 我們點一下新增 新增之後呢 你要選取一個或多個使用者或電腦名稱 所以這時候呢 你要去選說 你要哪一台電腦 好 我們就按一下 你要選擇誰 是不是選擇2019-1 我們就要選擇進階 搜尋一下 我要把2019-1呢 這一台 是不是要信任進來 好 我們按一下確定 把2019-1信任進來 好 按一下呢 確定 好 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呢 這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選項 好 有哪些服務 那針對Hyper-V的部分呢 你的服務呢 你要選哪一個 好 不要全選 全選就跟全部一樣 對不對 我們要選擇的有兩個 一個是C-F C-I-F-S 這一個 好 另外一個呢 是Microsoft的一個Virtual System 在底下 這裡 這個服務 好 我們按著Ctrl鍵 有沒有 Ctrl鍵有一個負選 所以兩個選起來之後 我們再來按一下確定 好你就可以看到呢 這台電腦 2019-1的 這兩個服務被我們選取了 這個地方 我們停一下 等各位一下 好囉 那這邊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按一下確定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2019-3 是不是信任的2019-1 那這個信任是要屬於什麼 雙向的信任 知道嗎 3信任他 1不信任他 也沒有用 所以你這一台也要再做一次 也要再做一次 所以呢 我們的2019-1按右鍵 一樣不做設定 跟剛剛的設定一樣 在委派裡面 選擇信任這台 然後呢 新增 使用者 對不對 選擇那邊 2019-3 這一台 好 進來之後 一樣 選擇剛剛這兩個 好 把它加進來 好 所以呢 我們針對呢 這兩台機器要互相做移動 對不對 所以兩台機器要互相去信任做委派的動作 好了 最後按一下確定 好 這個地方我再稍微停一下 好 兩台都設定好之後呢 你看一下兩台都設定好之後 馬來加確定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的 主要的兩台機器 進行做委派的設定 已經設定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AD 這個時候呢 就工程升退 可以先縮小了 那上次呢 我們的控制的權限 都是透過AD來設定 知道嗎 所以你沒有進入加入網域 這個工程是沒辦法做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兩台機器 都要設定到我們的網域主動在裡面 加到我們的這個網域主動在裡面 加入到我們這個網域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測試 好 我們呢 前面的我們的網域主動在裡面 設定完的委派動作之後 兩台機器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要針對呢 我們的機器去做一個設定 移轉 移動 那當然呢 我們的即時移轉 真正我們講說 2019第三台 這一台 我之前讓各位去做一款 按右鍵可以做HIPPY設定 因為我們現在選的是這一台 所以你點這邊也是一樣的 那這裡呢 你要去注意一下 這裡有個即時移轉 內定值正是沒有勾選的 那你要勾選的時候呢 你要讓它能夠有移轉的功能 你要把它打勾 好 我們選擇這是一個 數目 你可以移轉的數目呢 這邊呢 你要選擇 可以選擇任何網路可以進行移轉 好 這裡完了之後呢 底下還有一個叫進階 這邊 好 進階的一個功能 這邊呢 一般你會注意到的話 它目前指 你看 它驗證的通信協定 是用 使用安全性的資源提供的 CRE CRED 對不對 SSP這種協定 那我們要走的叫做什麼 CURBUS 對不對 所以它走的是網域的一些認證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把它去做一個設定 對 好 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設定一下 內定值用壓縮的部分 如果不行的時候 我們來設定一下 看SMB的部分 好 按下確定 好 那當然呢 這一台OK了 另外一台也要設定 你知道吧 你如果沒有做 當然另外一台也不行 所以這邊呢 你要去設定一下 按右鍵 來一樣 HyperV設定 一樣呢 即時移轉 這裡有勾了吧 對不對 那這裡的進階 來看一下 進階功能 用CURBUS 也是用壓縮 兩台 因為我們是透過網域 所以我們能夠連的到 所以我們就直接幫它設定 好 那兩台機器都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來移轉看看 好 我們開始呢 來準備做移轉 這個移轉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機器呢 我們按右鍵做移動 移動 好 移動了精靈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移動虛擬機器 有沒有 移動虛擬機器的存放裝置 好 將虛擬機器移動到另外一台 HyperV的電腦 你也 也可一併移動虛擬機器的存放裝置 這個是包含的 你要包含你的 裝置一起移動 那 你可以往下看一下 這裡呢 我們先選一下車門 等一下來看一下 第一項 我們連到呢 第三台 第一台 不好意思 好 209第一台 好 那我們下一步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可以讓我們選擇 什麼 將虛擬機器的資料 移動到單一位置 我們之前都做的是什麼 單一位置 此選項 可讓你所有虛擬機器項目 指定到一個位置 那透過第二個呢 你可以移動項目 移動虛擬機器的資料 對不對 那這個選項可以讓你選去每個要移動 讓你自己制定的你要哪個位置 那一般你要移動是建議各位全部都單一的位置 那這裡呢 只移動虛擬機器 但是這個東西呢 你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移動這一個的部分呢 你的虛擬機器的磁點必須共用存放裝置 所以呢 我們可不可以只移動虛擬機器 可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是不行的 知道吧 因為我們的C槽沒有共用 就是我們上次說H 共用的詞別那個才可以選擇這一項 所以我們這邊呢 是要把虛擬機器移過去 對不對 你必須要連檔案一起移過去 不能只移動虛擬機器 因為我們的資料夾沒有共用 硬碟檔沒有共用 好 我們來按一下下一步 好啦 我們要移到哪邊去 移到我們的 這一台機器 對不對 那這一台呢 我們的2019之1 是不是你可以連線它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它連到放在H槽 是它的H槽對不對 因為它可以去存取 我這一台不能存取 所以我們把它移到它這一邊的 那這一邊我們講說它的C槽 我們看它的空間 看一下 C槽空間有27G 它會不夠 我們把它移到H槽 好 按一下 H 最外層 好啦 我們就按一下 下一步之後呢 看一下你的載藥 對不對 OK 好 按一下完成 它不支援移動到重機磁鐵 來 我們再換一下 我們就移動到C槽 看看 來 動作跟剛剛一樣 然後單一個 我們移動到它的C槽 我們再建個資料夾 這裡有HyperV嘛 對不對 我看一下這裡面的C槽 HyperV裡面 裡面沒有東西 我們就要放到它 HyperV資料夾 好 我們按一下下一步 按完成 好 你有沒有看到它就正在移動了 對不對 這時候呢 你是沒有共用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動作 對不對 這一台機器的動作 是不是 HyperV的資料是放在這裡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建議的SERVER1 我們只把它放到它 HyperV底下 所以你來看一下這幾台HyperV 等一下這裡的檔案呢 它會幫你移動回來 所以我們就稍點一下 看看最後的結果 你看這邊的檔案正在Copy當中 對不對 好 那我就畫面繼續錄影 讓它看一下它最後的結果會是怎樣 這個時間 在Copy當中 我們就稍微等候一下 好 這樣完成移動有沒有看到 這台機器是什麼 SERVER1移過來了 那你來看一下它按右鍵選設定裡面 看一下呢 移過去的資料 這個檔案是不是放在C草的HyperV 的這個位置 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沒有建一個 SERVER01的資料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 原始的位置 它原來在C草底下的SERVER1 裡面的Hardisk是不是就不見了 對不對 它檔案不見了嘛 它的設定檔也都不見了 它就是放空的資料夾在這邊 好 那這樣呢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 無共用移轉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它移回來 SERVER01 這剛剛可以過來嘛 對不對 我們要反向再移回來 再按右鍵做移動 好 移動虛擬機器 好 選擇我們的 SERVER03 SERVER03 2019第三台 好 下一步 那這時候呢 移過來的時候呢 一樣單一位置 我們來選擇呢 放到 這個SERVER01 這個位置 好 C草底下的 HyperV的SERVER01 有沒有 它就會指定放到 SERVER01的位置下 就是我們指定的這個位置下 好 我們再按一下下一步 按一下完成 讓它移過來 好 它是不是開始再移動了 對不對 它也可以移過來 那這些呢 是它的其他的 一些資料角 像一些快照啊 一些設定的資料角 所以呢 它會幫你新增其他資料角 但是我們目前其他沒有用到 只用到什麼 HARDISK 跟我們的Motion Machine 這兩個資料角 對不對 這個資料呢 等一下它會扣過來 好 一樣呢 我們讓它跑一下 我們就一樣的繼續把它錄影 讓它看一下 它最後的結果 然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做一個最後一次 讓它開機的時候 移動看看 對不對 開機的時候移動看看 開機的時候移動看看 是 好 感谢观看 好,完成移动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做第三次的 两边都会互相移动了,我们来把这台机器呢 把它启动起来 好,启动起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画面 连线的画面 好,我们看一下呢,这里面呢,把它点开来之后呢 我进去里面,登录一下 好,登录一下 好,这台机器开机的状况之下,我们来移动 好,这是我们上次哦 刚刚所说COPY的里面建一个资料 好,现在是开机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执行移动 这台呢,移动 好,我们下一步 一样呢,我们选择移动虚拟机器 那包,我们要选到我们要的电脑 好,这时候呢,我们为了要指定资料夹,对不对 我们可以呢,做什么,选到我们的C槽 底下的Hyper-V,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建个资料夹 对不对,这个名称呢 在这里不能建的,我们要回到这一台来建 这一台呢,我们再建一个1201 好,这个资料夹,所以呢,我现在再重新再找一次 C槽Hyper-V里面的1201 选择资料夹 他就把这几个资料夹全部都移过去 好,那这边呢,我来把它其他的三架 太快了 好,我来看一下哦,把这里面的资料夹 点他,点这里,这里,这里,这里 好,按右键,就删除 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移过去 那现在是开机的状况之下移动哦 好,来,下一步 好,完成 好,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正在移动当中,对不对 那这一台机器,档案正在Copy当中,有没有 是不是档案正在Copy当中,对不对 那我现在呢,这台讯息机 是不是已经用一样开机的画面 一样可以工作 那我这里呢,来建个资料夹 好,这边呢,我来空间 空白地方,好,那 因为开机状况之下,它的支援用比较多哦 所以比较慢一点 好,我们来按 资料夹,我现在建一个资料夹 好,它现在正在移动当中嘛 我建一个资料夹,给它呃呃呃呃呃,资料夹 好,存起来,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就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继续等它的移动 好,等到移动 好,刚刚这个资料夹,移到这个地方来 好,这边呢,好,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档案是不是就移动过来 就放到我们子弟的位置 对不对 好,我们就等候这边的虚拟机器 对不对 好,我们就等候你了 好,我们就等候了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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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共用的虛擬機器移動 無共用資料夾的移動呢 這個部分呢是在我們的Win Server 2012以後的版本 它就有提供,叫Hyper V3.0就有提供了 所以說呢你之前如果用的是2008就沒辦法提供這個資源 這個功能 你可以看到呢,移動過去了,有沒有看到 這台機器呢,有沒有看到222一樣有機過去了 這台機器一樣在這裡開 但是它開的位置是開另外一台,有沒有看到 開2019的這台機器,裡面的虛擬機器 對不對,我們在這裡可以管理另外一台機器嘛 所以是沒有問題,所以說你看它切換的畫面 雖然虛擬機器開起來了,一樣在Serve 2019-3 但是呢它開起來的時候是開2019-1的這一個虛擬機器 對不對,所以你點這邊可以看一下,是在這裡執行 正在執行當中 好,那這樣呢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一個 無共用 資料夾的一個Hyper V的一個移動 的一個設定 好,那我們是張姐姐先介紹到這邊 運用 你看 有 一些 有